由于美国疫情再次恶化 充分显示出川普总统的防疫不力 因而重挫了他的大选选情 于是他把情绪的宣泄口对准了 总是与意见相左的福气博士 竟受益白宫全力围剿他 还公开质疑福气以往的言论 这是川普甩锅谢泽的不道德做法 非常不可取 请看评论 福气长期担任美国国家 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是广受民众尊敬的免疫学专家 鉴于他今年累月所建立的权威度和公信力 在对照与川普的言行举止 美国人在这一阵抗议的日子里 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川普说了什么 而是福气怎么说的 换言之 如果把川普与福气做一个对照相比 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虚假与真实之分 其实福气对川普算非常厚道了 他没有一次直接点明川普的错误 那是因为他给美国总统的尊严留一个余地 当他一再警告在疫情没有平定之前 不可以重启经济 但川普却鼓励各州及早开放 现在那些州疫情复发反弹 川普反而怪罪于福气 真是岂有此理 川普经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根据Washapon Post的统计 川普自上任以来所发表过的不当言论高达2万次 在疫情期间 他失言的次数更多达1200次 还创下单日62次之多 Washapon Post是一份权威的媒体 他们没有必要陷害川普 只是要为提醒美国民众 川普所说的话是多么不可信 他奢望在疫情期间重启经济再创奇迹 只是单逆于海市渗炉的幻象 最近川普又夸他其词 号称美国是世界上防疫工作做的最好的国家 他更发出惊人之语 美国99%的新冠病例都是无害的 结果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不愿为他背书 但是福气出面为他缓缓说道 我并不清楚他是从哪得到这个数据 我会去查查看 福气是美国的良心与良知 他一再警告川普与美国人 在疫情期间的应对之道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专业知识 让我们能平安度过疫情难关 川普怒怼福气 绝对无助于他在三个多月后的大选选情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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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